那么议会今天是举行的临时会 不过公民监督公仆联盟却在议场外敲起了举债中 他们批评市府浮烂举债 那么到去年11月底为止 市府的举债已经超过2000多亿元 他们要求市长道歉 财政局长要下台 那么他也呼吁市府与其抱怨中央不如自求多福 赶快提出一个逐年减债的具体方案吧 公都盟理事长陈明斌站在一场外敲响负债中 奉刺市府多年来浮烂编略预算 负债金额逼近法定上限2774亿 我们负债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讲说大概三四年就会破表 可能依我们不乐观的评估 可能搞不好更快速 尤其是今年四五月的时候 如果高捷又被高雄市政府来接收 那再加上我们的轻轨又要动工 那各位可以去想象 对我们整个财政这方面的排挤效应 跟负债的情况会有多快 所以绝对是超乎我们想象 公都盟预估一旦市府接手高捷 再加上轻轨等重大工程施工 负债金额将会迅速篡升 届时后果将不堪想象 而公都盟对市府一再抱怨中央 不如提出具体的减债方法 同时也要求财政局长下台 还在那边讲一大堆 五四三二一的这样的乐观的话 门骗我们百姓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要求就是财政局长要先下台 第二个你市长 你市长应该要跟我们市民道歉 然后要负责任的提出 一个具体可行的检制计划 不要说我每一年捡个五一到十一 捡个五一到十一 你增加的速度都比这个还快啊 而面对公都盟的声音 议员也不分党派揭下成型书 公都盟呼吁议员应该不分蓝绿 严格监督市府预算编列 同时也不赞成预算统删 如此一来只会使得各局处财政排挤 对于市政将会造成严重的冲击 港东新闻潘志光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